嘿,这一次的文法剧行一本通 我们可以了解的是 判断を表す表現 当你看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断定说 这就是这样 或是我觉得是这样 有可能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很多说法嘛 所以呢 这些差别 用日文的话要怎么样表达 就是在这一页里面可以学完了 这个说法 就是很清楚的表示说 某个东西就是这样 有一些表达事实 没有人会怀疑的时候 那些事物的时候会用什么什么です 例如说 就很单纯的表达说 这一位就是英国人 是这样的说法 当然可以说 私は日本人です 私は台湾人です 私は韩国人です 等等的说法 就是没有人怀疑 我也没有怀疑 没有一个有可能 或是也许那种的成分在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说法 OK 所以把它当作一个基本说法 再来我们可以学习到下一个要点 下一个要点就是 你个人主观的时候就可以使用 什么什么 OK 到了这边我们就学到了 这三种说法 我们看看例句 第一个 下午的天气会怎么样 你只能用打楼来推测 如果你是完全100%确信 说下午会下雨 那你可以说 ここから雨が降ります 雨が降ります 但是你这样表达的时候 对方应该会问你 你怎么知道 どうしてわかるの 之类的话 一定会这样说 因为这是没有人能断定的事情 雨が降ります 就这样子 但是过去型 过去的事情都有可能 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 所以用这种说法来表达 如果你不知道昨天的天气是怎么样 只是看地上有没有湿来判断的话 你可以用だろう 例如说 昨天雨が降っただろう 因为地上有湿的 是这样子 可以啊 所以看状况来调整你的手法 那另外呢 と思います要怎么用 例如这样子 あのレストランは美味しくないと思います 我觉得那家餐厅不好吃 这个也是主观的 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臭豆腐好吃 有一些人觉得不好吃 所以这种口味的事情是非常主观的 那当你表示那个口味好不好 好不好吃的时候 最好用这个手法 と思います 美味しくないと思います 这个对方也是会觉得 那是你的看法 所以不一定代表所有人的 或是不一定代表事实 所以这个方法很好 如果你在这种场合说 あのレストランは美味しくありません 美味しくないです 这种断定的说法的话 有可能会引起一些摩擦 可是我不觉得 我觉得很好吃 是这样子吗 OK 那另外 也会来到上一步 这个 Daro也可以用吗 当然可以 あのレストランは美味しくないだろう 可以啊 这个表示 你看它的外观 或者是一些别人的评论 然后猜测说 应该不好吃吧 这意思吧 所以这个也可以啊 当然可以的 所以按照你想表达的方式 来调整 最后一个补充 Daro也可以换成 Desho Desho Desho稍微 这边写的那个叮咛型 所以稍微亲切 礼貌一点一点的说法 所以呢 你也可以改成 ここから 雨が降るでしょう 就这样 气象预报 那个新闻里头 广播员通常会这样说 雨が降るでしょう 什么什么でしょう 雷が起きるでしょう 等等的说法 所以这个是比较礼貌一点 那 Desho Daro 如果是你音调 要往上的话呢 就是什么什么 Bah 对吧 那意思哦 意思会稍微改变 例如说 你知道我说吗 那时候你可以说 Ittadecho Ittadecho Ittadaro 就这样子 那就表示 什么什么 Mah 的意思哦 好 那以上就是 一跟二的要点 那我们接着 可以看看 三跟四的要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